那高宏安至於說 你說他拿去洗頭 拿去貼雙眼皮 可是這個餘工餘師 這個定義很模糊 我作為一個例我 我現在要代表去開會 或者接近外賓 我要顧我的形象 對不對 那我讓我自己弄漂亮一點 頭洗一洗 這個雙眼皮貼一貼 這個不是也可以算是公的一部分 對啊 那國家比較體面 對不對 而且你看 他每個月薪水19萬 然後辦公費7萬 然後詠麗還給他10萬 然後他存款1200 他有這麼多錢 他哪裡會貪圖這些小利呢 你剛剛講的這一些是肺腑之言嗎 我真的肺腑 從腸胃裡面發出來 比肺腑還深 就他真的是說 也有可能這樣的面部方式 如果我們說這樣就對了 我肯定問九王我們請一三個律師 他問一三個你們聽下去嗎 你們三個 對啊 不會 我也不會這樣問 我還要說回來 就是說因為這個事情 其實還是有很多不同的處理方法 有一些處理方法 他也不一定是認罪 而是至少反應比較好一點嘛 對不對 我後來想一想 我覺得在民眾堂 他們的升遷的方式 跟我們想的可能不一樣 因為這我們常常有聽過嘛 有的黑道那是乾 乾那乾的過的比較大條 比較大條 他現在大家都知道 他跟公道五路二段的建商關係很好 你現在叫安安市長 出來叫公道五儀 沒有 就沒覺得 那是比波蘭金13米更大條 那我們要不要建議他刺青要刺什麼字 這個我建議還是要打誤啦 這個如果你問我就算專家嘛 借可會處理 這邊是說我愛阿滿儀 因為民眾黨 今天我們有一些關心的問題 我們就請他們就請不來 可是我們今天有民眾黨的代表 是誰 今天苦林大哥說要反串 他要扮演民眾黨的代表 他要幫高鴻安講話 我不是反串 不是反串 因為他有檢察 朗東有檢察官的朋友 我沒有 我每次看到檢察官 你這個又不會起訴 來浪費我時間 又把我趕回去 但是我有律師的朋友 因為常常被告 律師的朋友跟我分析 現在講到什麼高鴻安 87%會被判罪有罪 他這都沒有意義 有罪無罪就是50% 99%跟1%也沒有意義 他說那我說 如果你是法官 或者你是高鴻安的辯護律師 你會怎麼講 他說這可以講 高鴻安未必有罪 因為你說福報加班費 這件事情 其實福報加班費 這行之已久 因為加班費不是無限的報 是有一個上限的 所以我報到上限也不表示說 我每天都加到滿 那是立委的福利 你看明顯議員多可憐 助理加班加了要死都沒有加班費 對啊 議員沒有加班費 對啊 所以那我報加班費這件事情 未必你就能夠證實我是福報 除非你真的去抓我哪幾點上班 幾點下班 事實上助理的工作時間 其實是很韓性的 你很難講 所以他說福報這一點 未必會承認 等等 因為加班費是一塊 可是他的薪水也是灌水 薪水也是灌的 第二個就是說 好 那這個錢 事實上沒有進入高鴻安的戶頭 是進入這些助理的戶頭 然後助理把錢拿出來 那你現在說是被迫拿出來 那怎麼證明你是被迫拿出來 你們這些人他其中有過反抗嗎 那你說他有頭有臉的立委 這麼多個月你們也 你們也執法犯法 你們也沒有人出來反抗 你不能說老闆叫我做壞事 我就做壞事 我就不相信林常佐的立委會說 老闆說要我交多少錢我就交 所以一定 對 你有基本的法律觀念 所以你其實都是共犯 你一直在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你說你們是被強迫的 不能反抗 龔衛文就沒有被強迫 龔衛文就是自願的 有人自願就代表 沒有全部被強迫嘛 對不對 然後李宗席沒有交嘛 李宗席沒有交 就代表說可以不交嘛 那你們你們為什麼要交 對不對 所以這件被強迫這個東西 其實也很難 等等 龔林大哥是這樣 有一些人 我現在要領一個四五萬的薪水 那老闆就說 我們有一個特殊的辦公室 要守 我們的遊戲規則是這樣 這樣 你要不要領這四萬五 或是你要不要領這個五萬 那你就會想說 那我這個頭路先求有再求 是啊 你平好了 我們也不是你領的錢 我才叫你臨時交 我會跟你講 你就是領多少 因為你要反串 我感覺待會群起為公 我就是要給你為公啊 所以沒有這樣 咖啡機咖啡你有喝到嘛 冰箱你有用到嘛 並不是為他個人單獨所用 跟我們那個前議長 高雲的前議長 曾立彥那個不一樣嘛 那個錢是全部他拿去用嘛 那高鴻安 至於說他拿去洗頭 拿去貼雙眼皮 可是這個愚公愚私 這個定義很模糊啦 我作為一個例我 我現在代表去開會 或者接近外賓 我要顧我的形象啊 對不對 那我讓我自己弄漂亮一點 頭洗一洗 這個雙眼皮貼一貼 這個不是也可以算是公的 公務的一部分 而且你看 他每個月薪水十九萬 然後辦公費七萬 然後詠麗還給他十萬 然後他存款一千兩萬 他有這麼多錢 他哪裡會貪圖這些小利呢 你剛剛講的這些是肺腑之言嗎 真的肺腑 從那場位裡面發出來 比肺腑還深啊 他真的是說 也有可能這樣的面負方式 對 那法官會不會接受 其實很難講 因為明天上次也講過 他說議員助理會每個都判啊 立委沒有判過 判立委 他有可能會變第一例 就是啊 我補充一下 好不好 不然你們挑戰 立委不是沒有被判過 立委是有一些 就棄保潛逃 所以被通緝 像劉慶華嘛 對對對 後來在臺灣有判的 有一個是無罪的 但是那個是因為他取得證據的過程 有問題 那個反而不是實質的這個案例的本身 所以你剛剛的這一些點 那常說 各位來反駁我吧 我說一個最簡單的 就至少這個洗頭這些 你如果說這個是公家可以用 我是請一個洗頭師在那邊 我們幾百公司 要去洗就去那裡洗 那就叫做 不是你自己個人嗎 如果像洗你那顆頭 你幾百公司沒喝多一顆頭 立委是顏面 你們助理學會你們長什麼樣子 那是說你買幾百的 19萬是你在聰明 結果你說我是顏面 所以來 你要討一下 我助理也要顏面 我們外賓來的時候 助理也會站在旁邊 所以你說你如果雙眼皮膠帶 這樣助理也會要求要自分費 雙眼皮膠帶 都放在辦公室一進來的那個 接納室那邊 大家自己拿來貼 我們就大家都可以用 隔壁也要用 不然你一個人你打而已 所以這個 這只是舉一個例 我是很期待他這樣說 如果我們說這樣就對了 我肯定問 教室我們請一三個律師 他問一三個 你們聽下去嗎 你們三個 不會 我法官不會這樣問 我還要說回來 就是說那個 其實立法委員 他的薪水加上他零零總總這些 大概有十幾萬塊二十萬 你就自己花錢買 我就是這樣 我要洗頭 我哪有說 因為我很重視我們今天 等一下有外賓來 我需要去打理一下 所以大家捐我好不好 回去跟辦公室說捐我一下 因為他有外賓來 我總不能通通通通通通通面的去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的一個道理 但是我並沒有要 因為我很期待他這樣講 所以我不打算全部都 反駁苦雲老師的這話 我是要回來講就是 其實這個王玉文 就公衛文 你其實也可以照你一開始看到 那個訊息這樣講 就是你就說我到現在都還是聽不懂 就從頭到尾都覺得有點複雜 那我今天為什麼出現在這裡 我是誰我在哪裡 我在做什麼 我都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丟我們台照的臉 就真的你就從頭到尾 就如一而終 從一開始說太複雜 到最後還是太複雜 已經變到我完全想不懂的狀態 所以可不可以 這件事情跟我無關 我真的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先走了 老闆叫我幹嘛 我就幹嘛 現在怎麼變成這樣 這對我來講已經無法 進入無法理解的地步 我算因為我們節目 雖然請不到民眾黨 請不到高宏安支持他的人來 但是我們說起來 也一直給他考慮 我們不是從一開始就說 這個其實有很多過去的判例 你只要認錯 你就都可以剪 這個刑度都會剪 對 所以我們一直也要考慮 現在也一樣 這三個已經自己出來 就認罪了 我也是要講 真的是不可能是小兔 跟他老闆共謀 因為你看林冠年就有說 他說整個辦公室 一到辦公室 要先處理老闆的早餐 他才有可能到下午才生氣 並不是說那一天就不生氣 他有可能上午就會生氣 所以大家很擔心 一來他上午就要生氣的處理方法 是趕快去幫他買 某個這個M開頭的 他只愛吃那一個 那一個吃了他下午就不會生氣 不是他下午才會生氣 對 可以撐到下午 所以我也是請法官思考一下 小兔也不可能因為這樣 然後老闆跟他講這個 他還跟他說這不行 一定是說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都擔心你 我光是早餐你要吃什麼 我全部都要用得好 這個也是一樣 我還去跟你請問說 這個要做那個不要做 這樣我不是隨便放好 所以我要講的第一個 就是我覺得 為什麼小兔等三人 他們為什麼那麼苦情的 在那邊講說 這絕對是不可能跟他們 你光想一下那個辦公室裡面的 這一個氣氛 大概就可以了解出來 他們的工作的樣貌 然後再來我要講的是 我也一直在想說 讓他考慮那久了 那是因為有太多判例 都可以看得到你其實只要認錯 你就可以行度比較低 然後一直到這個新竹的這個事情 其實那個益酸兄一直建議他們 你有很多很好的回應方法 你看我現在都跟益酸兄的臉書 譬如說你現在這個事情 壞行這個事情 建商 民車這些的 你就說 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背後一個這麼複雜的政商 其實我只是對號入座而已 我根本不知道居然會這樣子 然後說不定因為這樣的方式 建商就說 在後面幫我這個 搞一些關係以後 讓他的案件比較快 其實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馬上就搬出去回建築 避嫌 避嫌 你這樣就不 也沒問題 這樣其實也有問題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這個對價關係 可能還是有關係 但有問題 但是你有可能會被 這個檢察官 乃至於未來你的司法的過程裡面 會比較 行度會比較低 可是助理費這個事情不一樣 助理費這些證據 大家都已經講過了 選前就講過了 新竹市民 九萬多市民 判你無罪了 選給你的 我現在認錯 不是打你們九萬人 支持者的臉 你又忘記了 有新竹市民的民調 破五成認為高鴻安 這個是有問題 他沒有辦法 再接受 我一直在想說 因為這個事情 其實還是有很多 不同的處理方法 有一些處理方法 他也不一定是認罪 而是至少反應 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我後來想一想 我覺得在民眾堂 他們的升遷的方式 跟我們想的可能不一樣 因為這我們常常聽過 有的歐洲 那是關 關它過的比較大條 比較大條 如果有去關它過 電腦是比較大條 現在讓安安市長 如果關它出來之後 沒有 我說真的 不是 大家都知道 他以前 他現在大家都知道 他跟公道五路二段的 建商關係很好 他現在讓安安市長 出來讓公道五魚 沒有 那就不一樣 那是比波蘭歼13 美國更大條 大條 你們今天台中的反串 沒有 我說真的 你這個 你想想看 他到下一次民眾黨 下一次民眾黨 他要選舉 現在還要拜託別的大哥 大姐 幫他繞五百的人來 以後就是公道五魚 繞五百的人來 你看以後這個學姐 他要選舉的時候 誰繞 公道五魚繞就好啦 他等他關出來 其實更大尾 那我們要不要建議 他刺青要刺什麼字 這個我建議還是要答悟 如果你問我 這算專家 借可會處理 這邊是說 我愛阿滿伊 我們想不通 因為其實也有 他其實有更好的處理方法 甚至於在新竹的這一條 他一定是有 他只有說他越這樣子 越大尾 要不然我們其實想不出來